弟兄姊妹早晨 再次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主日的敬拜 愿意我们彼此同心去敬拜主 如果你刚刚到的时候 也希望你可以将你的手机转为静音 以免影响敬拜的进行 我们前面也有一些位置 如果你刚刚到的时候 也鼓励你可以走到你前面 在开始的时候 不如我也想问一下在在座当中 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参加聚会的新朋友 或者是弟兄姊妹 如果有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举手站起来 让我们认识你 有没有第一次参加我们敬拜的弟兄姊妹 或者是新朋友 不如我们也和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 说一声耶稣爱你 好 以下我们就会有一些回报报 这是在报告的第二行 这是主任牧师聘请委员会 Senior Pastorial Search Committee 教会因应丁牧师 将会在2024年退休 经过执事会和掌劳群的决议 已经会由在国语堂、粤语堂和英文堂里面 民选同工代表一名 连同执事会和掌劳群各推三位的代表 组成主任牧师聘牧委员会 维德掌劳、Elder Rob、雷达荣劳、王浩明掌劳 主席会将会由王浩明掌劳去担任 恳请弟兄姊妹为主任牧师聘牧委员会 和聘牧的事情去讨告、建议和代讨 希望弟兄姊妹为这件事去祈祷 下一个报告就是专题讲座 在冲突中如何有恰当的反应 将会由梅景希牧师用国语和英语受货 在4月30日主日下午2点至4点 在二楼礼堂举行 欢迎大兄姊妹来参加 去认识这个题目更多 心理危机辅导讲座 5月6日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点半 将会在中宣会二楼礼堂举行 会是粤语和英语需要注册 希望弟兄姊妹都可以踊跃去参加 这个是心理危机辅导的讲座 我们教会每逢每个月的第三个主日 都会是关怀主日 我们都会是既今年的关怀主题 就是中宣我家我爱我关心 关怀部将会于今天上午9点至11点半 在一楼摆设摊位 提供代讨和关怀的服务 在每一堂的崇拜结束之后 关怀同工都会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去祷告 那如果在在座当中 你是有需要 希望真的有同工特别为你去代讨的时候 那你也可以在今天崇拜之后 完成到前面 我们将会有关怀的同工为你去祈祷 那希望大家不单只是你自己 或者是为身边有需要的 我们都一起为他去祷告 第136届新淘跟进班 当你受证之后 你就会必须去参加这个跟进班 那月雨跟进班 就会是由4月16日至6月4日 主日上午11点半至12点半 是由薛秀鸓老师在6047去售课 那各严堂 就会是由王庆云老师在网上高售课 那如果你是刚刚售诊 High School 都希望你参加这个深进跟随班 去认识主更多跟随主 我们今年都会有Summer Day Camp 儿童暑期课程 将会是7月3号至8月11号 现在可以开始注册 都很鼓励你 如果你有你的小朋友 或者知道你有邻居 他们有小朋友的时候 都可以鼓励他们 去注册我们的儿童暑期学校 现在都是接受 真的暑期班的教师 和义工的申请 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的同工 尤其是这个儿童的需要 如果你对这个有负担 或者是你有这一方面的专业的时候 都很希望你可以帮忙 去这个儿童暑期学校 Summer Day School 如果你想申请的时候 就可以在四楼领取申请表 我们会请思琴弹一弹音乐 因为丁牧师稍后会来到汇国 有一个关于陈长老的报告 我们愿意我们一刻去安静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请丁牧师 用我再一次代表我们中宣总会 为门我们所敬爱的陈志仁荣誉长老 陈长老在4月14号凌晨 安息在主里面 勇修93岁 其实足岁应该是95岁 陈长老是梦神大大的慈福 真的是神奇恩典 给我们有这么好的长老在我们当中 他家人认定了 接下来星期六 4月22号 就是朝早在这个全福奔议馆 有这个安息礼拜 程序是这样 我们在我们节目单的 第八项报告 都有写很清楚 这份会议是早上八点半到十点半 十点半到十一点半 是这个安息礼拜 之后就有这个伙传 只不过限于家庭的 这个他自己的家属 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的陈长老 他们一家讨告 陈长老特别吩咐一件事 希望大家能够免害这个送花 要是这些其他的事 如果有这种心意要奉献 就直接奉献 给我们中宣委 朱明 是on behalf of Elder Tan 就是on behalf of 陈长老 我们相信神 纪念他老博人 爱教委的心 所以他也是这样的心意 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纪念陈长老 陈长老是1963年 11月左右的时间 全家移民 从菲律宾移民到美国这个地方 即时他就参加我们中宣一切的工作 一切的事与一切的事与佩服 配搭我们的史其生牧师 陈长老主愿做一用 大家都知道 以前我们的福音月刊 早期的福音月刊 是他一个人差不多包裂他做 他做编辑 他做封面的设计 我20年前还有 还有少少在做那种事与佩服 所以都很感恩 直从他1991年退休 在他外面的工作之后 他和我们的其他两位的 两位掌路 第一被案立是我们中宣的60年来 两位掌路其中一位 其中另外一位就是梁家朝掌路 又是我们的荣誉掌路 后来我们知道陈长老2020年 他就退下这个掌路的责任 继续在世面前为我们吐告 陈长老本身就是我们 第一届有策务委员的其中一位来的 他一直都是负责行政同工 以前办公室的行政主任 就是陈长老来的 我20年前来的时候 他就是行政主任来的 又是负责传播我们教委的 这个崇拜时工来的 所有的周报这些东西 其实他在并得这么简要之前 他每一个星期 都是一路帮我们看周报 一路手头上那些东西 他都是editing的 他都跟我说过 他说牧师 我只是能做这一样东西 对你对稿一下体字 他说我想这样做 我说可以 所以做到他后来是身体不适的时候先停的 所以我们看到陈长老爱主爱人的心 真的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见证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宣有一个说话 就是以基督为生命 以教委为生活 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教委的 Cornestown这个说话 都客气那里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陈长老本身就是这一个说话 这两个说话的一个见证人 真的我们都继续为 陈长老 就是陈师母 陈长老和他的女婿 为他们一家祷告 求神继续安慰他们 所以我们会很miss陈长老 但是都很感恩 特别我和他一起做了20年 所以都算是神的恩典 所以相信看到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陈长老 可能都要慢慢知道 如果你们认识陈长老 当然都很感恩 请大家记得 4月22号就是存福 这个地方 这个安息礼拜 我们继续为他们的家属 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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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 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请听宣教经文诗篇116篇17-19节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祢 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 在耶和华的殿院内 在耶路撒冷当中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愿意我们一起赞美耶和华 请愿意敬拜小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对佛字的理解是哪里 我们是否单单是庆祝那一天 或者我们就过了就算 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不单单被我们看到是佛字那一天 而是我们今天怎样 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我们也要思考我们以往往的人 我们在世上怎样会 我们一起唱《你成就救恩》 你纪念主耶稣 为我们的罪定生 是祢 令下高翻尘 抛开尊贵 甘心起床 十九 难受君主大难 神得胜了 以成就救人 当赞美耶稣得胜荣 齐高举耶稣普贵明智 众阳主 尽日永远都能敬拜 恢复歌唱全属救主 耶稣你是王 是祢 令下高翻尘 抛开尊贵 甘心起床 十九 难受君主大难 神得胜了 以成就救人 当赞美耶稣得胜荣 圣祭高举耶稣普贵明智 众阳主尽由 永远都能敬拜 欢呼歌唱全属救主 神得胜荣祭高举耶稣普贵明智 祝阳主 尽ader 祝阳主尽由 永远都能敬拜 神得胜荣祝中 祝救灾公主 神得胜荣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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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阳主尽有荣耀懂得敬拜 本夫国长全属救主 耶稣你是王 宣告耶稣你是王 耶稣你是王 耶稣你是王 主天书说 天父的荣耀 穿穿穿扬 奇妙的座位 张开双手 万物的宝珠 万口承认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圣殿充满荣耀 万物尽快 全能的神 我们赚送你 圣洁荣耀 圣洁荣耀 都归于你 圣洁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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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迺圣荣满荣 圣洁荣耀 圣洁荣耀 圣 圣洁荣耀 珍贵 能力 都为余地 我们的山 坐在宝座上 圣天充满荣耀 万平 敬拜 尘难的山 圣洁荣耀 珍贵 能力 都为余地 我们的山 坐在宝座上 圣天充满荣耀 万平 敬拜 尘难的山 我们的山 坐在宝座上 圣洁荣耀 珍贵 能力 都为余地 圣洁荣耀 珍贵 能力 都为余地 圣洁荣耀 珍贵 能力 都归给我们的主 圣洁荣耀 珍贵 能力 都为余地 耶稣基督是纸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跑 耶稣基督是纸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跑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 世界万物都表现看作分土 为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神父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 一生活出基督不应的托付 耶稣基督是纸宝 耶稣基督是纸宝 是生命中的美好 六字架是纸宝 十字架是纸宝 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跑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要顺服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 世界万物都掉起看作分土 围绕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基督福一笔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都掉起看作分土 围绕得着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 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十字架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 主耶稣我们是要信服你 一生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去忠心服侍着你 主耶稣所说真的有困难 但是主啊我们都会愿意去跟从 神啊就求你亲自的交我们的力量 愿意我们的生命都是献给你 成为你的活祭 主耶稣就将我们今天的敬拜 我们的全人都完完全全都献上 愿意你阅纳我们在你面前唱的诗歌 我们今天的敬拜都蒙住你的喜悦 主我们的祈祷 靠托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祈求 阿们 会众请坐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为你们祷告 是为那级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所上所听见的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作伯人的耳巴忽所喝的 他为我们作了基督中心的执事 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以下是信息的时间 今天是会由林牧师主讲神的信息 信息主题成为这样的教会 请林牧师 弟兄姐妹 早晨 哥罗西教会不是保罗所创立的 他都是从耳巴忽这个童工得知到哥罗西教会的情况 你看第四章十二节 经文记载说 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伯人的耳巴忽问你们安 所以保罗是从耳巴忽的口中得知教会的情况 耳巴忽是哥罗西人或者在哥罗西的地方 他做他们的牧者或者一个带领人 学者说给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应该是这个耳巴忽所开始的 你从他的口中可以得知 教会当时都遇到一些面对异端的问题 保罗在那里就答话 你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学理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老去 你看到当时教会面对一些异端 保罗就写哥罗西书来教导他们 面对异端的问题 另一方面 哥罗西的教会也是值得保罗在神面前为他们感谢神 所以在第一章三节那里说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上为你们祷告 哥罗西教会佩德 这是这样的教会 在第六至到第八节 这间教会也是一间实践门徒训练的教会 因为有耳巴忽这一类的同工 在当中有他的事工 有他生命的榜样 是一间不断结果增长的教会 第四节到第五节 保罗就这样记载 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女的信心 并向众圣徒的爱心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保罗从耳巴忽的口中听见教会的情况 这间教会当时有人传过福音给他们 他们在真道上听见了 现在保罗也听见他们在主里面有成长 为他们感谢神 不是说过去这个教会有些属灵的特质 保罗感谢这个教会过去年日的长进 保罗是为这个教会现在不断的增长 不断的悔改来去感谢神 我们看到这间教会有信心 有爱心 有盼望 他的信心是对着耶稣基督的 他的爱心是对着圣徒的 他的盼望是在地上生活 他有从天上而来的 从神而来的目的来到他生活 Eugène Peterson他的信息 将信心翻译为一个稳定的信心 不是一时三刻的信心 不是他今天心情好他有信心 而是这个教会值得我们成为这样的教会 是因为哥罗西里面的信徒的信心 是他经过不同的阶段 都有一个稳定的信心 说到那个爱心是一个持续对圣徒的爱心 是一种长期的伟心 对象是教会 是一个信仰的群体 说到盼望是说他有一个人生的目标 在地上来到生活 在主在来之先 那个荣耀神的生活 有一个信仰的方向 这个教会有信心 有爱心 有盼望 就是说他们里面的信徒 信仰是有焦点的 信仰是有一个群体做的背景 信仰是有方向 而不是无定向的 以巴弗去到保罗那里 就告诉他知道哥罗西教会的情况 保罗为他们感谢神 信 爱 望 三方面 大德生在1853年去中国宣教 当时他去的时候是21岁 就去中国来宣教 当时他去的时候 只不过在中国里面 只有十多名的宣教士 是在里面来到生活 但是过了半个世纪之后 到大德生去世之后 已经是有数千名的宣教士 进入去中国 当时他们都认为 中国是被视为最适合杀种 和挑战 最有最具挑战性的宣教和祥 今天基督教的杂志 有一篇的文章 这个题目是信心宣教 勇士大德生 那个分题是他对中国人灵魂的热爱 和对上帝的绝对信靠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 投身宣教 在这篇文章里面 提到大德生里面 一些经历 讲到他曾157年 一直都有宣教差会去支持 但是到157年 这个中国全教会 就开始停止支持他的宣教 他在那里学习信心的摆上 自己做一个独立的宣教士 单单仰望神的供应 同年 即是1857年 他就认识了他的太太 Maria Jane 这个Maria Jane的父母 也是长期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 即是说这些神 神在不同的人身上呼召他们 他们也顺服神的旨意 而他们也在神的旨意里面走在一起 我在想 如果这个Maria Jane的父母 当初是没有听到神的旨意 没有顺服 去到中国宣教的 他也不会认识大德生 所以当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位置 顺服神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神就将各样的事情放在 成为一幅美丽的图画 他们结婚之后 就在宁波一间小小的教会 牧养 前后只有21个成员 去到1861年 大德生病重 然后就要回到英国 来养病 回到英国之后 他就继续将圣经翻译做中文 同时他学习做一个座产士 也在那里鼓励更多的宣教士 去前行 去做宣教的工作 大德生有一句格言 他说上帝的工作 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 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 大家一起读一次 上帝的工作 好 再读一次 用国语读一次 说笑而已 你经常笑我的国语 让我听听你们说得如何 你看到 其实在大德生的一个人生的阶段 他猜会开始没有供应他金钱 但是他相信神是会供应他金钱 他去到中国 他当时也是单身 神也供应他的伴侣 在神的时间里面 去到第三 他病重回到英国 神也供应工人 他在当中培育更多的宣教士 金钱的供应 伴侣的供应 以及工人的供应 如果我们照着神的吩咐去做 神的工作就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 这句的格言 我理解是有三方面的 上帝的工作是他开始 他自己必然就完成 神自己的工作 对他来说 是没有惊讶 是没有意外 对我们来说 有惊讶 有意外 有转弯 有撞墙 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是没有意外 每一样东西都在他的安排 设计的下面 这个是上帝的工作 这五个字的意思 中间这部分 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 说到人应该有辨识的能力 有纯服的心志 去做神自己的工作 这个照上帝吩咐去做这个照字 是需要有工人的辨识 有需要有工人的分辨能力 是需要有他的属灵的生命 是需要有他一个稳定的信心 一个稳定的信心 在他地上是有盼望 朝着上帝的目标 他才会看到 照上帝吩咐去做那个照字 第三就是 绝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 神呼召人 他就会供应人的需要 哪里有神的呼召 哪里有神的供应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想 我们是否缺乏 我们只需要想 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 是不是神在我心中做的感动 千万不要反过来想 想神的供应 才想神的工作 你要想神的工作 神的呼召 然后他说是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 为什么这些仆人能够长期去服侍 有一个稳定的信心 就是他能够将什么是上帝的工作 什么是上帝的供应 那个次序 是放得清清楚楚 他不是先去探讨最后那句说话 上帝的供应在哪里 而是他说上帝是不是这个上帝的工作 而他是不是呼召我 而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照着去做 供应就会跟着去的了 像戴德生这里有金钱的供应 有他伴侣的供应 也有工人的供应 除了哥罗西教会的信心的稳定的增长之外 也有很好的盼望 有一个熟灵的品格 他们在盼望中来到他等候 在等候里面他们是积极的 莫特曼是德国的神学家 在他盼望的神学他说 信心开始作主门徒的道路 盼望继续让门徒走在这条道路的上面 即是说我们是透过信心成为主的门徒 但是他又说是盼望叫我们能够持续 在主的道路上面去前行 他就是用盼望这个角度去看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而圣经中的盼望是一个积极的盼望 不是一个消极的盼望 你看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五节 这个诗人他说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然后他说我也仰望他的华 为什么他在等候耶和华 他的心等候耶和华的里面 他说我会仰望他的华 因为他在等候的里面 他不是听自己的声音 他不是被自己的情绪去带动 他听等候神的时候 他是积极的等候 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而神的话是批判我们 而神的话是提供我们 而神的话是带出神的应许 而神的应许是不变的 所以他的盼望是对着不变的应许 所以他的盼望能够持续看着上帝的目标去前行 所以圣经中说的盼望不是消极的盼望 弟兄姊妹有时用等候神这三个字 我认为有些少少批判这三个字 常常都是等候神 有时等候神这个地步 用了等候神这三个字 来做我们不去服侍的借口 不去承担的借口 不去改变的借口 我们常常都等候神 等到耶稣回来我们还等候神 我们会不会常常批判这三个字 变成我们一些熟灵的语言 但是我们不是在等候的里面仰望祂的话 在等候的里面我们仰望自己的话 在等候的里面我们聆听自己的声音 不是听神的声音 但是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 神的话是指引性的 神的话是向前带我们去 神要我们走的道路的 我等候耶和说 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祂的话 诗人在等候的里面 生命他愿意被改变 在等候的里面他愿意被调整 在等候的里面他愿意被圣灵 来到他感动 哥罗西教会 哥罗西教会 保罗为他们感谢神 因为他们能够在盼望里面不断的成长 而这个盼望不是消极的等候 而是一个积极的等候 保罗为他们感谢神 而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都要在信心的稳定 在积极的盼望上不断的来到去成长 保罗在第六节他继续说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到神 恩惠的日子一样 福音传到去哥罗西教会 他们听见了 他们领受 福音在这个教会 带给他们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方面 福音是恩典性的 福音是宣教性的 福音是有效性的 是greatious的 是missional的 是effective的 为什么我会叫他做福音是恩典性呢? 因为新译本翻译 恩着真理 确实认识了神的恩典 我们没有做过什么 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神竟然称我们为义 我们常常都软弱 常常都失败 神也定义使用我们 要我们服侍祂 这个是恩典 恩着真理 确实认识了神的恩典 他们听到福音 领受了福音 他们明白这个福音 是神恩典 在耶稣基督里面 恩典的作为 然后他又说 这个福音是宣教性的 因为保罗说 这个福音传到去哥罗西的教会 亦都在哥罗西教会 传到去其他的地方 普天之下 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 但是带出这个教会 福音传到那里 福音是能够出的 福音不是困在这四面墙里面的 这个是由哥罗西 去到全世界 这样的意思 最后 福音是有效性的 就是说这个教会 他们不断的结果 增长 相信了福音之后 这个福音 在他们当中 是让他们悔改 归向神 生命有改变的 所以新普及日本 就将结果增长 翻译做什么呢 他在各地 改变人的生命 结出果实 原来这个结果 增长 不是教会人数的增长 而是他们生命 改变的增长 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的意思 而新汉语日本 是将它翻译做 不断的增长 不断的结果 就是说这个福音在他们里面 是不断的生命带来改变的 不是信了之后 曾经那两年成长 之后那二十年 是停止成长 所以保罗说 值得感谢的这个教会 因为是不断的结果 不断的增长 不断的结出果子 为什么这个教会 它在熟灵生命上面 不断有成长呢 就是有耳巴忽 这类这样的同工 在他们当中 第七到第八节经文说 正如你们从我们 所亲爱一同作仆人的 以巴忽所学的 他为我们 或者你们 作了基督中心的执事 也把你们 因圣灵所存的爱心 告诉了我们 以巴忽在这个教会里面 牧养成为 哥罗西信徒生命的榜样 学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 是有作主门徒 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哥罗西信徒 他效法这个以巴忽 做主的门徒 而这个以巴忽 这个同工或者目者 在他们当中 做有系统的教导 有系统的将神交给他们的真理 有系统的来教导他们 培育他们 另一方面 这个作主门徒的意思 学呢 就是说他常常 可能是单独见他们 或者小组 来培育他们 成为主的门徒 我对门徒训练的定义 是这样的 门徒训练 是指一个 关系建立的过程 带领人与神建立关系 委身于基督及他的大使命 彼此关系建立 培育对方在圣灵中长进 然后他们也可在其他人身上 培增这整个的过程 这个是门徒的训练 教会要成为哥罗西这样的教会 我们在当中要多强调门徒训练 将你的有限的人生 多些投资在其他弟兄姊妹身上 将你们有限的人生 将多些投资在福音工作的身上 我们教会需要多些的门徒训练 我们才能够在信心 爱心 盼望上 不断的结果 不断的增长 有时教会有这样的情况 教会里面我们有关系 在团契里面有关系 但是缺乏真理 这一样的图画 有关系没有真理 或者缺乏真理 是难了圣灵在我们当中 做改变人生命的工作 有些弟兄姊妹 他们很追求神的话语 但是他们很缺乏 彼此之间同行的关系 同样也是拦阻圣灵在我们当中 做改变人生命的工作 门徒训练就是强调 彼此之间关系的同行 生命的投资 但是同时中间 大家是强调真理 跟随耶稣基督和祂的大使命 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做工 因为耶稣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然后祂说 我就尝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怎样和我们同在 借着圣灵的同在 感动与加历和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这个是耶稣颁布大使命 给教会的目的 耶稣颁布大使命 要我们去实践 但是教会往往出现 两个的大抗命 丹利斯·比拉在灵性操练的真体 他指出教会应该是实践大使命的 但是教会往往变成 是一间教会大抗命的教会 他说什么呢? 他说教会往往是疏忽 对人作主门徒的期待 第二呢?他说第二个大抗命就是 我们疏忽了对主门徒的训练 现在大兄姊妹回来崇拜 定时定后回来崇拜 他就觉得自己是作主门徒的表现 如果他再回到团契 他已经是一个超级基督徒 如果他再去到主学 他已经上了天堂 你在这三方面再要求他就不行了 你就得罪他 你就不友善了 你就没有恩典了 你就不是很教目了 你说话就很串嘴了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耶稣如何要求门徒 有时候我们教会 不只是中宣 我说的是整个北美的教会 Darlas Miller的说法 他说整个北美的教会 不是没有人信耶稣 但是他说信了耶稣的信徒 原来教会疏忽了 对他们按着圣经的教导 让他们有期待 不是他们自己定义何为门徒 而是按着耶稣的教导 我们对他们有一个期望 希望那是大家朝向走的方向 同时他说教会是缺乏 对门徒的训练 训练是一种对他的要求 教会会会不会 中宣会会不会在这两方面疏忽了 我这个是一个问题 会不会疏忽了 还是我们一直做得很好呢 教会疏忽让门徒作门徒的期待 教会也疏忽训练门徒成为门徒 教会里面不应该有没有不作门徒的门徒 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好吗 没有不作门徒的门徒 我读错了 没有不作门徒的门徒 读一次 用过语读 你真是用过语读 这句话真是差 保罗在哥罗西第四章 他再次提到以巴弗这个人 他开始第一章提及他 然后在第四章 他再提及以巴弗 他说有你们那类的人 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 问你们安 他在祷告之间 常为你们揭力的祈求 揭力这个字 有率交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以巴弗 他揭力为教会祷告 就是说他是愿意付代价 来为哥罗西教会祷告 而你们在一切神的旨意上得以完全 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他为你们和老底家 并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的劳苦 这是我可以给他作见证的 哥罗西教会 为什么可以不断的增长 不断的结果呢 就是有以巴弗 这类的童工在当中 做门徒训练的工作 而另一样他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呢 第一 他是多多为 揭力为教会祷告 你看第一章 保罗他是常常为教会祷告 原来这个以巴弗 都是常常为教会祷告 所以为什么教会能够在信心 爱心和盼望上 不断有掌进 另一方面 以巴弗 在三间教会里面多多的劳苦 在哥罗西 在路底加 亦都在希拉波立的教会里面 不断的游走 多多的劳苦 藤近辉牧师在他偏差与平衡 说他这样的说话 他说今天一般教会的实际情况是 多工作少祈祷 这一种表现在实际上是不自觉的人本主义 另一方面 那些不努力工作的人 則将自己的责任交给神去负 我们教会要成为这样的教会 我们教会要有多些以巴弗这类的同工 是多祈祷的 亦都是多多工作 多多的劳苦 所以当我们侍奉有时候有些忙碌 好像大兄姐妹常常找你 那个就是表达 他都看到你愿意多多劳苦的素质 所以其实你们是效法着以巴弗的生命 正正因为我们当中有人多多的劳苦 愿意摆上教会才能够被建立 但是多多劳苦的背后 是有决力的祷告 是有率教的祷告 因为这个决力的祷告 就是带出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 教会得以建立 又不是人的工作 而是借着祷告邀请圣灵的感动同在和加历 在弟兄姐妹的当中 在我们的心中去运行 让我们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 有不断的长进 教会要成为哥罗西的教会 教会要有更多以巴弗的同工 在我们的当中 这段经文第三节 保罗维教会来感恩、感谢、祷告 原因是这个教会 是满有淑灵品格的教会 是一个信爱望的教会 在当中 他有信心的榜样 他们的信心是稳定的 而他们的盼望是积极 在积极中等候 这个教会也有实践门徒训练的 他们是一个不断结果增长的教会 他们有生命的榜样 好像以巴弗在中间 他们在揭力里面去祷告 在祷告中 他们有很多的工作 多多的劳苦 我们一同低头讨告 我们一同低头讨告 他在这个地方教会 多年来服侍你 也是大兄姐妹看到的 很多时候是教会看不见的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这样的一位长老 反映以巴弗生命的长老 在我们的当中 与这个地方教会的大兄姐妹 同行多年 他现在被主理接回天家 识了世上的劳苦 但是我们深信他工作的果效 依然都在我们的当中 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 求主你帮助我们成为这样的工人 成为这样的仆人 来到谦卑的在你面前服侍 亦都谦卑的在你教会里面 来到去摆上 求主你预纳我们今天的敬拜 无论我说的 大兄姐妹听的 我们其实都是不配的人 是需要你圣灵在当中 做感动加厉的工作 也不是你圣灵自由的 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的讨告是 我们成为你自己的教会 成为一个不断结果增长的教会 不单是人数增长 更加是我们生命改变的长进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我们将会唱《我要领报》 希望我们再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 真的在歌词当中所说的 就是我们对神的会议 我们一起唱《我要领报》 希望我们再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 真的在歌词当中所说的 就是我们对神的会议 我们一起唱歌 耶稣基督是指宝 是生命中美美好 是指甲是我的荣耀 一生都跟随快逃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 都跳起看着 都跳起看着 凤土 为要得着 耶稣基督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衷心 一生获主 基督福 基督福 一笔托付 欠给耶稣基督 我所有的全部 基督福 我要顺服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无论何处 到哪里都衷心 世界万物 都跳起看着 基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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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家庭 基督福 会众仍然暂立领受神的祝福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保卫师的感动 常与祂的教会同在 直到荣耀的耶稣基督在来的日子 阿们 阿们 永耀跪于最高山 永耀跪山 永耀跪山 永耀跪于最高山 赞美赞美不尽 赞美真身 知爱最深 赞美真身 人得万人 赞美真身 圣得天天 赞美圣父 圣知圣灵 永耀跪于最高山 永耀跪于最高山 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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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耀跪于最高山 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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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于最高山 会众请坐 如果大家需要祷告的时候 大家可以来前面 我们今天会有关怀部的童工 可以特别为你个人或者你身边的人祷告 有祷告需要的弟兄姊妹 可以崇拜之后来到前面 我们立即密土之后散会 愿意我们成为一个荣耳的教会 跟随主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